嗨,大家好,我是阿诚啊 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下这个不锈钢玻璃雨棚 之前那个小视频看到好多朋友评论 我就简单说一点吧 有朋友说 安不安全啊,得多久啊 漏不漏水 看着很危险啊 如果玻璃烂了怎么办 今天就和大家很好好的聊一下 这种的话呢,我也做过了不少 也少说有几十个了 这个是简单的 这个是不锈钢的 是这个381.2 然后这个玻璃是一分的 就是10厘啊 首先说来说安不安全啊 这个是绝对安全的 这个它间隔的话 我只是这里50多公分 60公分而已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金刚网 金刚网它也有个防盗网 看没有一格格的 如果玻璃烂的话 它会在这里 等在这里 以后就烂了就拿出来换掉 谁也不敢说不烂的是吧 至于安不安全呢 这么小的话 这样的话 就是随便走延的没问题的 你看 走来走去是没问题的 这里刚好也踩到这条 你踩这个也没问题 当然一般你看到这里 你就不会踩空了 是吧 这个安全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肯定做了也比人家酷还担心 又是其他的问题呢 也不好是吧 安全是没问题的 以后我们说这个漏水啊 它会不会漏水呢 但是也不敢说绝对 但是在我做个几十个当中 基本上也很少 有时候有滴水的 然后去把那个胶拆掉 重新打个 它也不漏水的 怎么说呢 因为这里是八块玻璃啊 一格一块 一块两块 然后下面一块 唯一漏水的话呢 只有这个接口 这里是个接口嘛 接口是里面打胶 然后搞平了 又打胶的 然后这里也是接口 接口上面盖了一块玻璃啊 盖了一块那个普通的玻璃 有两边打胶 基本上是没什么水进来了的 容易的 容易的话就是这个了 因为这里放不了玻璃 你也怪不 盖玻璃的话 那个水它就出不去了 因为这个水是往下流的嘛 这里是随便走的 然后大家说得多久呢 这种呀 这种不敢说一般玻璃的话 你不烂没问题的话 几十年是完全没问题的 就算假如说玻璃 它也有万分之一的爆的话 那不敢说有个烂了 就换掉而已嘛 是吧 那不锈钢的话 用多久都可以 反正用到你防止烂都行啊 这个是很厚的了 这种就是自己做的 当然人家也有那种铝合金的 那种铝合金它就漂亮好看 但是它价格的话可能差太远了 那个价格啊 然后这种简单一点的就行了 这个就是踩一下光而已 还有朋友说 为什么不打那种黑色的胶 要打透明呢 因为打黑色的话不好看了 一路路看着了 下面看不见了 只是在上面看的 你打透明的 不好看 看到没什么 一般的话 这个玻璃胶的话都得十年八年的 到时候十年八年以后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 就不能把那个上面的玻璃条拆掉 那个玻璃胶把它刮掉 以后再重新打就得了 七八年前我就做过了 也没有听人家说有什么呀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大家对于这个玻璃棚的话 是怎么做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对于这个玻璃团的